安 露哈 全民喵咪打戰爭時間來 那既然已經是我們的凌晨4點11分了 那為什麼今天這麼晚才拍影片呢 因為我今天晚上有出去啦 然後為什麼今天有一個緊急的影片來拍給大家看呢 因為這邊的話 想要跟大家一起來打一下我們這邊 梅西耶強襲最後一關好不好 只剩下6個小時了 怕我缺少睡起來大概就 喉嚨關卡就結束了 所以我們就先來打一下 那這關的音樂真是世界無敵噼哩啪啦好聽啦 所以大家如果喜歡的話都可以來聽一下好不好 夢的世界 那裡面的話這邊用的隊伍啊 就是我們這邊的這一次 最近剛抽到的新的啊 吸鐵鬼真田幸春 我們就來看一下 究竟能不能打出我們的好成績哦 那之前的話這些的那個角色 都是我們之前通關的那個隊伍 那現在目前來說話主要來說就是 先讓大家來聽一下這個歌 這個歌超好聽的哦 我覺得這段超好聽耶 這邊超有那種史詩壯麗感覺的 超級無敵棒好不好 那這關主要來說我覺得最麻煩的就是那個 梅西耶這邊啊 他是一隻那個 漂浮性的敵人 然後這關除了就是漂浮性敵人以外 還有我們黑色的袋鼠跟天使河馬 那是比較這樣建議大家可以帶一些 就是能夠打我們天使敵人或是坦克的之類的 比如說我們這邊的龍弓獸啊 或是我們小地章之類的 那最主要來說整體一定要帶的就是我們的八戒了哦 這邊的話真田姓村 吸血鬼形態傳傳一波 他基本上應該是已經沒辦法再擋下一下 就是梅西耶的攻擊了哦 但是八葉這邊還是完全沒問題 所以整體來說的話這個關卡 這邊基本上都算是在靠八戒來打的哦 所以如果你有八戒的話呢 打我們的梅西耶一定是比較輕鬆一點點的哦 那這關的音樂真的是世界無敵劈啪帥好不好 我們這個目前來說啊我們這個 那個消滅都市系列啊 那個音樂好像都做得還滿足的啊 就是有特別去讓他們做一波音樂的改動 我覺得還算是還滿不錯的哦 好 那這邊的話呢我們就繼續往前走 那整體來說啊 你們只要能夠把我們的一些角色給他消掉的話 應該都還算是沒什麼太大問題哦 然後這邊的話我們這個 這個凱斯利的擊退的話好像也是滿不錯的 至少就是不要讓他們陣線直接就是 拉到我們塔下 那就會很麻煩這樣子哦 好 我們先把這隻黑色的袋鼠解決之後的話呢 我們應該就可以就是 後來料理一下梅西耶這邊了哦 先把這個袋鼠給解決 我們再拍出我們那個 吸血鬼增田姓村了哦 應該是沒啥問題的 來 刷起來刷起來 nice nice 弄死弄死 結果反而是我們快被弄死了 出了大地藏哦 大地藏這邊的話應該也是能夠幫我們消一些天使敵人的部分 哇 要求 這不愧是我們的這個 不愧是我們的LP19啦 這已經是倒數第二關了哦 最後一關就是我們的final了哦 來 先把這些東西先打死 那我們會比較舒服一點點 好 增田姓村 爬爬一波 哇 這樣不知道有沒有爬到耶 應該有有有 有 爬到滿多下的 所以其實應該要讓他們打我們的增田姓村有沒有 然後讓他一直不斷的就是往前回擊 這樣還算是不錯 那這個目前來說啊 梅西耶就是我們這個消滅都市裡面最難打的關卡了哦 但是我覺得他的這個能力來說的話 我覺得不會像是那個 母湯死徒那麼的母湯啊 因為母湯死徒的話是直接就是走到塔前 然後你沒有把他控制住你就掰掉了 就跟那個哥吉拉一樣恐怖好不好 那整體來說的話 梅西耶的這隻角色就比較中規中矩 但他也是有從LV打到這個LV20哦 所以基本上關卡的這個難度的話 也會隨著這個LV等級提升 就是慢慢變難這樣子哦 但沒關係 你們只要有八戒的話 我覺得應該都還算是hold得住 好 這邊就交給八戒 或是增田姓村 插插一波了 哇 還沒死耶 那打超久的 我的天 好險他不是積分獎勵制關卡 那如果是積分獎勵制關卡的話 我們就完蛋了 一定拿不到最高分 一定在這邊砍到一個稀巴爛 已經打了一個稀巴爛 好 沒問題 快點 繼續往前走 他現在那個 因為他體力越低的時候 他好像會有一個那個 就是越戰越勇的姿態哦 就是他會攻擊力會變越來越高 但是我現在都還沒有看到 他的那個自體出現耶 他不會 他不會那麼硬吧 我的天 其實我們打的都是袋鼠啊 沒那可能吧 完了 喔唷 出來了出來了 他的那個 越戰越勇出來了 各位 可是我覺得目前還是我們好像有點慘哦 喔 沒事 那個只要死掉就ok了 黑色袋鼠 掰掰 我們應該就一切滿ok 噴死 來 真田新村 超大傷害 讓大家看一下究竟有沒有那麼厲害 有 還是有機會死前存活啊 不是百分之百啊 這點比較 比較尷尬一點點 但是我覺得拿他來去跟就是那個 這個真田新村來做搭配的話 應該是一個 還滿不錯可以就是那個好不好 一起速攻的一個隊伍 我覺得這還滿ok的 來 這是魚人貓 噴 nice 喔 真的是滿硬的耶 我的天啊 打了好久喔 天啊 那final的話不就更扯了 各位 好 袋鼠的部分 欸不會打到最後我們輸掉吧 我怎麼覺得有這個可能 我怎麼覺得有這個可能 打到最後我們輸掉 哇靠 等一下哦 出大事啊阿伯 完了完了完了 不要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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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好險好險喔 嚇死我了 但是這個是LV19喔 所以LV20的話呢 最後一關我們也要就是 皮繃緊一點點 我記得我之前的打法好像就是用凱斯蒂的這個擊退戰法去打了 我記得如果沒錯的話哦 好LV19是完全沒問題 那你們覺得我們這一關的音樂是不是真的很好聽呢 哎沒關係 我們待會再讓大家聽一次哦 除非final的音樂有改好沒問題 彩虹貓薄荷 好最後了LV20 這隻是最後一隻了哎走起 咦 應該吧 他這一次應該也是夢的世界LV20吧 還是他有30 他有30的話那就很可怕哎 我說真的 好一樣先挺他吃魚人貓 魚人貓加油 前面還是都先也不要加速好了哦 慢慢中規中矩的打 怕了怕了 來了 他LV20沒有寫final哎 還是其實他真的有後面的關卡啊 而且我覺得這邊的話我們這個 袋鼠環節啊 是不是應該派那個真正的真甜心村來爬爬一波啊 這爬下去感覺應該也會比較舒服嗎 哦我覺得這個黑色海馬跟那個黑色的這個袋鼠跟天使敵人啦 確實是一個很麻煩的存在哦 我們現在出個美女神 開射開射 射爽爽 好繼續 先把小天給打掉 我們這邊噴完啊 噴完就真甜心村 啊來不及了太快了 我覺得目前來說後面可以放一些就是針對遠攻距離的一個 就是比較強悍的貓貓耶 因為你看我們這邊的話基本上美女神放上來的話其實 梅西耶好像也打不太套他哦 也打不太套他 這也是難怪為什麼哲兵之後會放那個大地仗的這個原因哦 因為打不到他那你就是無敵的哦 打不到就ok了 但是八戒快要不ok了 哇美女神應該也要被打爆了 美女神要被打爆啦 oh nice 反正我覺得首要角色啦一定要先叫八戒啊八戒還是最猛烈的哦 八戒加油 好炸爛 然後龍弓獸我先出 坦克很重要啊各位 好這個射死來真甜心村抓抓一波 哇好像都是弄到他是不是 哎這邊剛好打到小人 nice這邊 關的好 哦他沒有動到真甜心村哦 nice哦真甜心村再一個再一個 可以可以再一個爪姬 哇這一次好像真的不錯 死前存活 再存活一次 兩邊都死前存活 那我說真的啦 那個死前存活哦 效用真的不是說那麼的高 因為他存活之後不是有回血回到百分之百啊 我覺得那個就比較可惜一點 如果是回到百分之百哇那就太省了你知道嗎 就太省啦各位 好沒有問題 那這就是我們LV20的關卡 那最後來說是哲平真的蠻喜歡這關卡的音樂啦 所以讓大家一起來聽這樣子哦 好那整體來說全部都是LV20 那目前來說這就是我們的梅西耶搶洗啊 也就是我們這邊消滅都市的這個 最麻煩的這個關卡 那大家支持有沒有打贏呢 都可以分享給哲平知道囉 那我去平台見囉 大家掰掰啦